金门一加一振兴券17号进行首播发放日 比照加户配酒模式在各乡镇公所进行购买 县长杨振武也特别前往全县领取人口最多的西门里 视察购买及发放的情况 也希望透过中央三倍券及一加一金门振兴券 带动地方的经济效益 这里有两份 然后一份我帮他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总共两份 谢谢 金城西南门里公所一早就挤满了排队购买的民众 为了阴影人潮分成三组人员进行 民众依序排队 在工作人员和对下加速振兴券的购买及发放 对于这项买衣送衣的振兴政策 民众都感到非常的开心 准备拿到券后 采买自己想要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 还好今天只排了半个小时 还没有那么 觉得挺快的 觉得挺快的 还不错 因为今天有三个队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过来排了 一份 这点一份 要带小朋友去台湾玩 可是在进门好幸福哦 你看还可以多六一倍 早上领多分的人比较多 而且老人家比较多 解释上会比较慢 韩姐姐的总共八分 买手机啊 已经签好了 再买一份就就可以了 金门市全台唯一在振兴三倍券之外 加码的县市 涉及金门的民众 只要花两千元 就可以购买县府加码的一加一振兴券 金额为四千元 杨振武表示 金门这项独步全台的优惠方案 对金门整体市场景气 一定能够起刺激及活络的作用 今天是我们金门县 地方加码的振兴券 发放的第一天 在这一次的整个振兴经济的过程当中呢 金门县政府 是全台唯一县市 还在振兴券上面 自己加码的 也就是 但是乡亲只要花两千元购买振兴券 金门县政府就加码两千 而且金酒公司 金门高粱 还有我们市场上的大小商家 也都配套的推出了很多 搭配振兴券的优惠方案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优惠 还有这个振兴券 应该能够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对金门的整体 市场上的景气 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 跟活络的作用 另外针对一加一振兴券 是否能找零 怎么用才可以获得最大效益 以及部分村里长提出提前发放的问题 杨振武也做出了回应 包含像金酒 他就有推出适合振兴券 一整套四千元的这一个套餐 今天早上我在巡视各个村里点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乡亲 看到套餐的时候就直接购买 那市场上呢 也有很多商家也推出优惠 基本上除了中央明定的六大类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商家都可以收取振兴券 甚至我们也开放到了 包含机票各方面都可以购买 所以基本上拿来用民生用品 或者是开学用品 甚至是文教都可以使用 那振兴券呢 我觉得大家多比比看 因为好的套餐还会陆陆续续的出来 这几天就有很多商家 都在推出新的套餐 所以大家这个振兴券 一定要好好的观察好 来找到一个最优惠的方案来使用它 那么有一些村里呢 村里长他因为在辖区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他事先有跟他辖区内 所有证件条件都符合的居民 提早一两天有先把作业完成 以防止其实也就是怕在发放当天 怕发放当天会造成说排队过多的情况 那这个少数的个案我们还会再去注意 但这个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同时也是在手续完备的情况之下 希望能够提早来疏散人群 基本上呢也是采取不能找零 但是呢因为金门的市场规模比较小 所以它的流通性 我们自己发行的这个振兴券流通性是够的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商家 他还是会有变通的办法 会让想购买的民众觉得方便 那在规定上是不能找零 但是在市场流通的时候 其实只要商家愿意来收券 他就会来满足这个消费者 以消费者方便为主 至于找不找零这一个 我看商家他会自己去判断 如果他觉得收取这个券 有一定的价值跟流通性 他还是会找 17号到19号是1加1振兴券首播发放时间 五乡镇35个村里 设置了44个领取点 第二波领取时间在29号到31号 请民众到户籍地的振公所领取 不管振兴券是否能够达到1加1的效果 但是对于民众来说 花2000 领4000 等于是买一送一 何乐而不为呢 我看商家这一条 我们在29号上收取了1加2的效果 我们在29号中领取下1加1的效果